另外Marvel也想问新能源股,就是968 他说他之前17.3元进入了2,000股 要不要止蚀呢?还是可以等到回家乡呢? 当然,我想买的价比较高一点 因为畢竟上月Running也由过去10元以下9.7元多 但近期最高是17元多 其实升了差不多7-8元上来 所以升了这么多的升幅 近期整固的调整是很合理的 所以你只可以说买的价格不是特别低 但我认为持有的股份 其实我觉得没有持有的 不是说持有的 我觉得看法上说 其实这个下半年对上月功能的会看得更乐观 一来玻璃价上半年很惹惯 下半年会慢慢回稳 至于有上升的趋势 而成本那边的龟片价塌 对它也有个帮助 所以我觉得不妨先保持 但如果你以这几天的调整幅度来计算 比较关键的支持位 就是20天线 大概是15.4、15.3这些位附近 距离现在还有4号左右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这些小小位置 如果你说持有的不太舒服 而看到股价真的跌穿了20天线 我想你到时才可能厚你指示 或者是减膀去走一走 如果不是的话 不妨拿着真是慢慢看你的家乡价 或者是如果冲穿到 刚刚上个月尾17.4号的话 其实以不如整个上升趋势延伸的话 我觉得慢慢的目标位 先看看大概18.5至19元的位置 了 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